我感覺蘇利文是扮黑臉 布林肯他是訪問 不過你可以看到中國大陸在 形勢上的措辭都要求得非常嚴格 比如說他不會說應邀 他說叫中美商定 然後秦剛之前打電話給布林肯 基本上也是說這個 因為印你的要求我打了這個通電話 所以那個主動被動 我覺得就是很強調 那會有這種情況 通常就是我對你沒有信任 所以我自製租基 對於形勢上的要求就很多 那外長訪問本來就 很少見有房地毯 我不是國家元首 不過地上畫紅線是比較少見 這有沒有象徵意義我就不知道 不過就是說我們可以對比一個 就是2018年6月14號 蓬佩奧那次他是硬王毅之邀 他去訪問中國大陸 那事實上也是大概同樣的階級規格 而且有見到習近平 那可是那個就是 因為剛上任所以大家認識認識 還在小陽春嘛 10月就破局了 10月貿易戰就開大了 結果蓬佩奧又去了一次中國大陸 那那次就是忍獄了 我覺得布林肯這次大概介於二者之間 我也不能夠說他會被忍獄了 事實上我剛有朋友說 在釣魚台賓館已經 已經這個兩個人已經見面了 那伯恩斯進場 這個秦剛還跟他敲了敲拳頭這樣 這什麼意思 這個在美國人的意思就是說 你懂的 OK 整美式的Bodyland 就是基本上我們大概有默契了 是這個意思 OK 就是搞定了啦 搞定了 可是搞定不是說內容搞定了 是說他已經到釣魚台賓館這樣 是 我覺得這一次布林肯的核心議題 他在美國所講的詞是 激烈的衝突需要持續的外交 以便那個 還是又回到他的護欄理論 那我覺得他這一次來 當然是站在美方的立場 他主要是 希望俄烏的部分 能夠再一次確認 中國不會軍演俄羅斯 那另外一個就是希望防長 就是軍事的溝通管道能夠恢復 李尚福跟奧斯進的 對大概是 他是說既有的軍事溝通管道 都要恢復 我覺得美國的主訴求 是這兩個 因為他知道他不適合談經濟 因為這一關他如果過 那中方當然就是要談台灣問題 對 就這一關你如果過了 那自然下一輪就輪到葉倫來 對 那9月9號G20 或11月的APEC 對在美國 那拜登跟習近平就有機會高峰會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連續的博弈 就是布林肯你這一關如果是 不盡理想 那搞不好明天就習近平也不見了 那接下來葉倫能不能去 恐怕也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美國應該有放在心裡 就是他到底 拜登希望達成什麼目標 我認為拜登的意志最重要 就是他認不認為今年內 他要見到習近平 如果他認為兩人的高峰會非常重要 攸關他明年大選 那我認為布林肯就會做出適度的讓步 不過今天談完明天早上就知道了 是啊 這個中國大陸現在 因為有極限思維的一個狀態 現在美國你要跟我合作就合作 你要跟我打壓的話 中國大陸也不讓你的 倫姐你怎麼看 因為現在布林肯這一段行程就被講說 就為習一拜會面高層訪華 來鋪路 包括葉倫 雷夢多 會不會有可能接著訪華呢 另外連中美博弈都需要對話了 兩岸當然也要對話 最近來看到是海鯊論壇 國民黨副主席夏立妍 其實去參加了 大陸政協主席王滬寧也參加 在這個海鯊論壇當中 其實王滬寧說 兩岸同胞都是一家人 加和萬世新 習主席特別有說 尊重關愛造福臺灣同胞 促進兩岸經濟文化的交流 但是臺灣陸委會就說 中共長期以來企圖要透過交流統戰這個平台 意思就是說 這個海峽論壇是交流統戰的平台 大陸國台辦發言人朱鳳凜就說 海峽論壇舉辦很多年 這是民間交流活動 民進黨到底在怕什麼 在擋什麼呢 憲姐 我先講一下海峽論壇 因為今年是第15屆 也就是疫情三年之後 重新恢復實體的這一屆 所以你可以知道已經15屆了 那今年用加大力道來抨擊這個海峽論壇 是民進黨的一個新的做法 因為過去不光是有很多民間的交流 無論是體育宗教或者是地方基層組織 來的人都非常多 曾經有數萬人那麼大的規模 那今年的規模顯然是小一點 因為當然跟民進黨對於大家的恫嚇有點關係 那麼如果說民間都不能常來常往的交流 難道我們要走到1987年台灣開放探親之前的 那一個兩岸乖格的道路嗎 那麼我們如果中美之間都要有一個溝通交流的管道 兩岸之間難道不應該很積極的去維繫一個溝通交流 並且共同發展的管道嗎 如果沒有這個我們真的很可能走一個歷史的大回頭路 那我現在回頭講一下美國 我覺得這次真的非常精彩 那我在前幾次聽到我們大家不是一直都在講 他的什麼底線思維極限思維 那最近在出差的時候看到大陸人用了一個很有趣的詞 他說這個叫做美國在做碰瓷外交 就是他每次都先說要見面見面見面 然後就說好你看你不見面你拒絕婉拒溝通 譬如說在香格里拉的會談 以及最近在布林肯要來之前 不是他們也發了很多次說要來要來要來 所以他們現在發明了一個新的詞碰瓷外交 我覺得還蠻值得我們大家想一想的 因為在外交其實就是一個細節的工作 什麼事情都是看細節 所以剛才你們談了一下說跟2018年 蓬佩奧沒有什麼差別 但是不要忘了2018年的時候已經是特朗普了 已經開始對於中國大陸採取非常嚴厲的貿易制裁的手段了 所以如果把這個特朗普跟拜登連在一起看的話 他們兩個人對於中國大陸的這一些比較大的敵意其實沒有差別 所以我們要比的話應該比一個兩岸就是中國跟美國比較好的時間 所以他們有一些人我也是在網路上看到就比了Hillary的那個時期 那麼Hillary也是國務卿 那麼她在這她來訪的時候呢 她受到的待遇其實是有紅地毯的 所以當然兩岸中間好或不好 就會在這些外交的細節中間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而且還有第二點就是美國的態度我覺得非常有趣 我想大家都不健忘 因為布林肯以前是講那個很嚴厲的話的 然後忽然之間呢變成蘇利文去開始說 我們永遠是在這裡我們希望可以溝通 當然我們不會求你們 但是我們是開放溝通的管道 大家回想一下那個碰瓷外交的那個詞啊 然後最近呢又是拜登自己出來說 說哦那可能這個習近平主席他自己本人不曉得啊 氣球事件那個中方可能不曉得這個氣球在哪裡 他們要表達的是叫做deniability 大家看那個白宮的那種陰謀電影裡面都知道 所有人就要去保護他的總統 讓他在必要的時候可以說我不知道 所以說哦習近平主席可能不知道 中國大陸可能不知道呢 是拜登在幫中方建一個deniability 我放在引號裡面 為的是說哦好像他們可能是無意的啊 所以說我們打下來呢 大家也不要太過分 可是不要忘記了那段時候 如果大家不健忘的話 美國的媒體是如何的鋪天蓋地 說這是一個間諜氣球 如何鋪天蓋地的是一路一路追蹤他在哪裡 那就算他之前不知道看到了 美國媒體鋪天蓋地的指控 跟追蹤的話難道還不知道嗎 所以可以看出來這個藉口其實是非常薄弱的 然後蘇利文前段日子你們剛說他現在辦黑臉 我覺得他跟布林肯兩個人是在交換角色 因為原來的布林肯是黑臉的 蘇利文是釋放善意的 那最近呢當布林肯必須要到中國大陸來 那他顯然不能辦黑臉的時候呢 他們兩個的角色就互換了 因為他們的確都是拜登非常相信的左右手 如果我們整體來看的話 中國大陸在這一輪的外交跟輿論戰裡面 其實也有掌握自己的先機 不只是西方的媒體在說 中國大陸不見面啊 在香格里拉會談沒有見面 布林肯這邊又沒有得到這些要求 事實上呢 他們一直不斷所放話的那些指控 中國大陸包含華春瑩在17號 也用了非常直接的態度去說 美國不要想像說他可以制裁中國大陸 或者是做些行為 而沒有後果 所以兩邊現在已經進入了 絕對的你來我往的平視外交 平視外交 那現在美國現在是怎樣 是碰瓷外交嗎 值得大家來思考一下 我想問一下委員 因為最近中美的關係 有一點來看到針對台灣問題 當然是中國大陸的核心問題 6月14號的時候 秦剛說是應約跟布林肯通了電話 他就特別說台灣問題 產明了嚴正立場 停止干涉中國的內政 康達亞太祝星也說 這一次布林肯訪華有三個目的 建立開放有利的溝通渠道 另外重申美國的價值觀跟利益 第三個在符合美國利益的議題上 開展合作 大陸外交部發言人就說了 美國你不要幻想從實力地位出發 跟中國大陸打交道好嗎 不能一邊溝通一邊損害 中方利益不能說一套做一套 哎呀美國國務卿 前國務卿Kissinger他說 美中關係持續緊張 可能真的導致台海爆發軍事的衝突 希望透過對話讓局勢降溫 希望這樣才會有相關的希望 他還是有希望這樣做的 然後呢最近布林肯訪華 然後呢共和黨就開始跳腳了 共和黨的眾議員麥考爾說 如果布林肯沒有在6月16號晚上前 提供對於中國大陸採取報復行動文件 他就要傳喚布林肯 然後呢共和黨另外一個議員他也說 還有拜登政府在全球舞台上的軟弱行動 繼續替中國壯膽啊 你 其實共和黨的議員說什麼 拜登政府是不會理會 而且也不必理會 因為這個所謂的議員 他總該在這個時候做做秀 幫他們共和黨壯壯膽 這次的布林肯的訪問北京 用商定兩個字 這表示雙方們都同意 而且雙方們都同意 議程內容是什麼 議程內容的話 歸納起來大概三環嘛 第一個 恢復溝通管道 要恢復到什麼程度 這是這次談判的重要主題 第二個呢就是要建立護欄 雙方的底線在哪裡 大陸的大陸的底線思維 美國大概也有它的底線 所以雙方的底線上面呢 如何找到一個可以達成的共識 那第三個就是管控衝突 管控衝突呢很明顯的 包括蘇州艦 包括這個美國的偵察機 都已經顯現了 在軍事上可能發生衝突的可能性 已經出現 所以管控衝突 當然要從軍事層面去思考 或者從外交層面去思考 但是美國的做法 我認為就是說 不一定叫做失落 我是覺得 你現在說尋求談判 不是現在就尋求談判 怎麼會 我覺得美國的這個 我要怎麼講蘇利文 你說氣球事件以後 拜登想跟習近平通電話 叫做失落或者祈求談判 那你現在有什麼兩樣 你現在沒有兩樣啊 只是問題更複雜而已啊 所以面對中美兩國 這麼一個複雜萬端的 他們的議程竟然也攤開來了 那今天下午兩點半開始談 那我認為應該會有局部的成果 所以明天我判斷大概 習近平主席會接見布林肯 順便可能也會稍微從側面來給他一點教訓 這是我的判斷 教訓是什麼意思 教訓就是說不可能像 習近平主席接待這個 比爾街均一樣說 寄希望以美國人民 他大概不會 大概會稍微相對比較 嚴肅一點來談問題 因為這個東西是鋪陳好的嘛 如果不接見 那可能會讓全世界覺得說中美關係 反而不但沒有管控衝突 會衝突更加 但是以目前來看的話 很可能雙方面商定的結果就是說 我們這一次先截止到目前為止 結算一下 我們過去的衝突是什麼 過去的矛盾是什麼 那暫時停在這個烽火線上面 其他的 那如果說中國大陸 願意在這個俄乌戰爭上面 那麼不要給美國太難堪的話 那或者是在這個台海議題 美國不要給中國大陸 帶來太大的麻煩 這一次美國應該會在台灣問題上 讓步換取中國大陸 在烏克蘭的問題上 不要算那麼緊 那這個我同意這個 政量兄前一段時間的判斷說 要緊張的是來清德 真的 但是即使如此的話 他們在裡面對台灣問題的 這個談判的結果 應該也不會在布林肯的新聞稿裡面出現 會在中方的新聞稿裡面出現 因為布林肯回到華府 還是應付共和黨那幾個議員 所以他不可能自己來談這個問題 你下載中天新網APP了嗎 我想和你分享一個 下載中天新網APP 很重要的理由 專家說美國要把台灣 烏克蘭化 右大陸黨台灣前置大陸發展 這些綠美不會告訴你中天會 如果你不要戰爭要和平 你需要正確而且權威的國際資訊 和情緒分析 請立刻下載中天新網APP 和我們一起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 就多一份力量